经管会周四宣布 即日起民众可在便利商店超市刷卡缴罚单税款 以及水电瓦斯费了 以往民众到超商得用现金支付 最多只能缴2万元 未来开放刷卡缴费额度不限 民众缴费更便利 经管会说过去一度可以在超商刷卡缴罚单归费 只是收单机构也就是银行 认为在超商刷卡缴费有房洗钱的疑虑 因此喊咖 现在经管会认为这些费用 售款对象跟资金流向都很清楚 暂时没有房洗钱的疑虑 因此决意放行 要留意的是 有些网路购物或到超商付款 由于收款对象不明确 这部分还是不能刷卡